这里面与综合报道 下面看到这位是30岁的台发美混血舞蹈家兼摄影师 近三年来都在进行一系列365天漂浮自拍的摄影 照片虽然是静态 但是它可以展现舞蹈时的情绪跟运动感 不但在德国巴黎取景拍照 还特别在高雄美丽岛捷运站以及新店取景 结合芭蕾舞蹈的优美动作 也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 在高雄美丽岛捷运站依次马劈腿 在新店街头展现柔软中带有刚强的舞姿 台艺舞蹈家在台湾取景 结合芭蕾舞蹈元素的自拍照 受到了美国媒体哈芬顿邮报赞赏 虽然是静态照片 却能感受出跳舞时的律动感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照片当中的男主角 其实就是摄影师本人 米凯尔州是台发美混血 现居柏林 他是专业的舞蹈家 也是摄影师 他说因为当舞者的时候 在巴黎街头表演 每当有跳跃动作 总是能够吸引游客拍照 因此让他有了拍摄365天 漂浮自拍的计划 利用时间差 创造出漂浮在空中的感觉 在德国柏林 法国巴黎跟台湾取景 结合舞蹈的优美身段 每一张照片都充满艺术感 更难得的是 这些照片 全都是由他独立完成 米凯尔说 希望透过舞蹈 表现情绪 365天漂浮自拍的计划 已经进行了三年 因为费时耗工 摄影集预计还要 在三年才能够完成 记者综合报道 未经许 WO 不信号